大家好,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 On 这星期,HMD Global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布 在国际市场推出了第一部X系列 第一部诺基亚挖孔和三摄像头手机 X71 诺基亚X71发布的消息早已经传遍了 但大家都认为诺基亚X71会以下一代诺基亚7.1来命名 但没想到HMD Global竟然会直接使用X系列发布 诺基亚X71将搭配6.39英寸 19.3.9 1080p挖孔Pure Display HMD Global宣称诺基亚X71的屏占比高达93% 也支持HDR 诺基亚X71搭配的处理器为高通骁龙660 6GB RAM与128GB存储 出厂将搭配安卓9.0Pi 但这一次HMD Global并没有以Android One宣传诺基亚X71 诺基亚X71内置了3500mAh电池 还支持18W快充 诺基亚的月光键当然也少不了 相机方面 诺基亚X71搭配了F1.8 4800万像素主摄像头 F2.4 500万像素景深摄像头 与8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为F2.0 1600万像素摄像头 HMD Global并没有列明诺基亚X71的4800万像素感光元件是三星的GME还是索尼的IMX586 到底是后期4800万像素照片还是直出4800万像素照片就得等到测试过后才能知道 价格方面 马币的售价吗?还是Redmi Note 7的性价比更高呢? 这星期的Weekly Topic就到这 感谢收看! 喜欢这影片就把喜欢纽揍下去 分享出去和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